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必须是铁打的 多少次他去了化险为夷 多少次他到了转微为安 这次他到厦门 他到莆田 他到泉州 他到陈明工艺品公司 他到杏林分院 他到铺头小学 他到封控小区 他到集中隔离点酒店 他听汇报 他问困难 他提要求 他讲经验 他一边看望一线防控的工作者 一边与专家座谈 他是隔壁王奶奶的妹子 自然年轻血 他是祖母级的主政官 次带气场 次带威严 他严肃问责 追责 板子下去绝不手软 他千叮零万嘱咐细心督导 慈爱温暖 他是个吉祥的奶奶 灭过多少次 死灰复燃 他是一个吉祥奶奶 创造多少个化血为夷的经验 他是个吉祥奶奶 指挥若定 威望惜从实践中所得 他是个吉祥奶奶 用脚凉过的地方 都是安全的地带 我说的是谁 有人说是司马曼 你拍谁马屁吧 是啊 他那马屁我拍定了 我想拍 你看看他的行程 是吧 4个小时之前 厦门调研的时候强调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突破重点 迎难而上 8个小时之前 厦门的调研 福建防控正处于胶着对垒状态 前天 福建调研强调落实各项防控政策措施 尽快把疫情控制住 还是一天之前 福建调研要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等等等等 你看看 从厦门到莆田 然后呢 会见教师 会见什么专家 扬州调研的时候 怎么怎么样 忙啊 不容易啊 我是写了一篇文章 一篇短文 讲了讲我对这个老姐姐的一份敬意吧 但是有人说是司马曼 你这个拍马屁啊 哈哈哈哈 这个这个机会是不是可以 年轻人也可以干呀 是吧 我倒是不太同意这说法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威望啊 这个威望还真不是说把你放到这个位置 你自然就生出威望 这个威望是在实践当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就封管疫情而言 就新冠病毒发生以来 啊 这位大姐 有没有威望 最开始她的威望和现在比怎么样 应该说 威望呢 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最开始她有威望 但是不怎么高 现在呢 这位大姐去了 老百姓心里就心安 啊 文言文 始动用吧 始至心安 这位大姐威望不是吹出来的 啊 从目前情况看 这位大姐从老百姓的心里来说 她具有不可替代性 哎 你别以为这事 这事和人没关系 和人搭有关系啊 我跟他举例子 李云龙到阵地上 你和别的这个军长 团长到阵地上来能一样吗 李云龙的兵嗷嗷叫 李云龙一出山 三营长 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 好 李云龙帽子外戴着 一脸硝烟 那眼睛那么毒了 红军长城走过来 一个战神级的指挥员 那他出现 那就是战斗胜利的保障 我们这位大姐自然她的形象跟李云龙不一样 但是就疫情防控 精准防控 清零 恶仗 多么凶险的恶仗 反正一仗一仗过来了 这位大姐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权威性 这叫什么呀 这叫威望啊 对吧 记得有人的文章里面讲大树特树什么什么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毛主席说 我那权威不是竖出来的 是在实践当中逐渐逐渐地培养的 这位大姐 我看她的威望就是在实践当中 在一次又一次全国各地 这地方鼓个包 那地方鼓个包 这地方出现几粒 那地方出现几粒 这地方扩散了 这个地方原神线了 这个地方国内原发性病例 那个地方国外输入病例 好 我们这两年来遇到这事多了吧 大家数数啊 每一次你算一算 是不是都是个大姐 她到那去抓了一圈 安全了 一次又一次 那你说对一个干部来说 这是不是做得不错呀 有人说 斯马南 你和什么悉尼啊 对不对 拜登和特朗普是美国老百姓选出来的 对不对 我跟你说 我们这些年有些人在公知的这种鼓噪之下 脑子里形成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啊 就说咱们这个制度好像不如人家那个制度 人家的制度是选出来的 像这种小傻瓜 我就回了他两句 我说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为什么只能在两瓶搜可乐里面选呢 酸败味的上海人说哈威 搜可乐只能在两瓶里面选 你告诉我为什么只能在这两瓶搜可乐里面选啊 谁决定美国老百姓只能投票给这两个人呢 美国大量的年轻人呢 你回答一下 这些小伙子当时就就就哑了就就就不说这事了 哈哈哈哈 还有人说说是司法男你说的那么多 对不对 工作都是下边的人做的 你不要神话 不要神话这个个人啊 不要把个人英雄化 这话也对 这种人批评我 我就立刻谢谢 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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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常谢谢别人对我的指教 特别是有些年轻人 二十多岁呢 人家认识的比较深刻 然后就知道我六十多岁的人怎么活 怎么说话 甚至有人说你坐着 你不能那么晃 你来回晃 你什么意思 呵呵 谢谢您指教啊 我愿意晃 这有钱难买乐意 对不对 愿意是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我愿意晃 对吧 但是你知道我 我得感谢你 因为我都没花钱 你知道我的人生 那我当然要感谢你啊 我表扬这位大姐 有人说 哎 你把个人英雄化 那我就感谢你 谢谢你的指教啊 哈哈哈哈 但是你知道吗 英雄哪来的 英雄群体和英雄的关系是什么 英雄群体出英雄 李云龙部队出李云龙 我老拿这位大姐跟李云龙这个相比较 对啊 李云龙带出队伍 嗷嗷叫 这大姐所到之处 既有威严 又有千零零万嘱咐 慈祥 周到 年长的大姐的温柔 祖母级的那种气场 老祖母震得住 知道吧 也有人批评我说 斯马南 你是不是想当官啊 你这公开拍领导马屁啊 哈哈哈哈 我愿意拍 我看他顺眼 我看他牺牲感动 我看他 危机时刻担当大人 每一次都得胜还朝 那你我愿意啊 为什么呀 你至于说当官嘛 你说我拍马屁 我无非就写了个顺口溜而已 对不对 我当官 有人过去造谣我说 我当什么什么部长 哈哈 造谣说 那个北大的姓孔的说他要当教育部部长 拿着网络人家诋毁我们造谣的 这完全是扯淡 对吧 胡扯 我现在实话说 如果我想当官 那我现在比较实际的是什么呢 我就争取 争取 先打听打听 我们接到局委会副主任位置 或者比副主任还低点 办公室有没有空位 他没空位 我当官 我上哪当去啊 对不对 但就算是有空位 公园考试 你说考试那难劲 那么多博士都考不上 我能考得上吗 考试通不过 那也和公园考试通不过呀 所以我现在要想过当官的瘾 真是如你们所说 说司马南写这种文章 说这种话题是为了拍领导的马屁 想过当官的瘾 那我现在当官的瘾 比较实际一点说 我只能逢年过节 或者什么重大活动 我带上红胳膊 跟着王奶奶 小脚针鸡对我们一块的 联合行动 拿个小马杖 坐在街口 管管过路的人 喂喂喂 自行车 你注意啊 过马路注意点 我得干个这种事 这才能过过当官的瘾 至于在网上我说什么话 那能当官吗 跟当官是什么关系啊 是你想当官吧 你怎么把这事和当官联系起来 有人说司马南反正是你 你得注意点 你表扬一个领导干部 第一 你是谁啊 你凭什么表扬别人呢 这话叫什么话 我为什么不能表扬他 他71 我66 我姐 我想表扬就表扬 咋了 有人说司马南 现在你终于拍上马屁了 原来你写的文章里面说 她是隔壁王奶奶的妹子 所以现在年轻 这种人我跟你说 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我说她是隔壁王奶奶的妹妹 你就以为她是隔壁王奶奶的亲妹妹啊 隔壁王奶奶她妈 生育年龄得差到哪去啊 生育年龄得拉多长啊 没有幽默感的人 没意思 我不愿意跟没有幽默感的人在一起 不过没有幽默感的人 常常给我们带来幽默 我又愿意跟你在一起沟通 你切切不要以为 这隔壁王奶奶和我刚才表扬的这位大姐 他俩真是一个妈生的 你要这么想 那不是 不是我的问题 那是你跟柳传志有关系 世界没有联想 生活将会怎样 你联想力太强了 对不对 有个人说 反正是人家现在是在职的一个领导 你说话就注意点 你说话管人一会儿叫人老太子 一会儿叫人姐姐 我就愿意这么说 你怎么了 这么说怎么了 死没死害 有的人以为拍马屁就恭恭敬敬 哈哈哈哈 那你说我拍马屁我就拍马屁 我拍马屁也可以考虑 用我们平常说话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有年轻人问我 前几天还有传媒大学的两个孩子做自媒体的 问我说你这怎么做好自媒体的 我说我没活 我没活 他说那你讲讲经验吧 我说呀 做自媒体 最重要的是 你是什么人 你就展现什么面目 有的人上来就装 装是装不长的 装一定会被别人揭穿话题 有的人上来呢 就开始呢 这个掉书袋 你不读书的人掉书袋 只会徒增笑柄 是没有比实施行事求是更高的原则 那好了 我现在我就是看见没有老太太 总是她上第一线 疫情防控 中国精准防控 那现在她分管管的好 我就表现她一下怎么着了吗 有钱难买乐意 这个哈尔滨疫情动态 这两天 有看见了吧 确诊三例 本土三例 新增无症状 没有 别看就三例 就三例 海外媒体又开始念殃了 说中国现在怎么着怎么着了 这三例啊 现在我们在哈尔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精准防控 现在能不出来就不出来 然后呢能不聚集就不聚集 然后呢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如果情况再严重一点 保不起 我们这位大姐又去了 这大姐还真是 你说她是有什么法宝 还是有什么独家暗器 还是因为呢中央信任她 她有上方保健壮行无畏 还是因为她特别善于调动大家的急性 特别善于整合各种资源 都不知道 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 重要的是 依靠正确的决策 中央领导集体 二呢靠的是当地的老百姓 三科学技术的力量 反正总而言之要整合各种各样的资源 争取最好的结果 哈尔滨这次我估计 这很快很快的就会有一系列的更加 这个多头的措施一块出台 福建 在厦门 什么泉州 漳州 那本土病例报告前段时间很厉害吧 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 武汉疫情之后 莫过于最厉害的是什么 南京落口机场啊 与此同时的郑州啊 但现在怎么样 高风险变成中风险 中风险变成低风险 低风险清零 那这种情况 能够一个一个解决掉 那当然要感谢人民群众啊 感谢中国人自古以来 我们就会早已经掌握的这种对付传染病的办法 疫苗是一回事 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这种精准防控的办法就是有效 对吧 国外海外媒体一直造我们的谣 但是这两天我看这个CNN呢 也不得不承认说中国这种精准防控居然是有效的 控制住了疫情 马上就一帮人上来骂CNN 说你替中国说话 你看看 对待我们现在疫情到底情况怎么样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就没有勇气承认中国做的比他们强 那对我们来说 有没有勇气承认 这位大姐领导疫情防控工作做的不错 中国的疫情她在那具体分管吗 那当然做的不错啊 当然是科技的力量 当然是老百姓自觉 当然是组织纪律 当然是科研人员努力 但是这个大姐人家在那领弦主演 为什么就不能表扬她一下 说到这我还想到一个问题 按照退休年龄的规定 七十一是该回家了 是该还一弄村了 但是呢 现在不是这事就顶在这了吗 大学里边 医院里边 单位里边不也有返聘吗 现在呢 现在还没下 还没有离开这个岗位 这个事啊 我看咱也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一刀切 说到那天 现在正在这个坑截上 一定换一个更年轻的来 我看于其坏一个更年轻的 不如让这个大姐啊 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 我们希望这个大姐 那如同吉祥宝宝一样 吉祥奶奶 吉祥奶奶所到之处 新冠疫情呢 就云开雾散 老百姓的平安 老百姓的吉祥 都和我们科技的力量 和全体老百姓的努力 特别适合 这样吉祥奶奶的努力 是分不开的 这期节目说到这 感谢收看 再见